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作业管理之始锁 那么始锁呢也是操作系统里面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将会学习什么是始锁 以及怎么样解决这个始锁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始锁 先给这个始锁下一段比较严格的描述和定义 始锁指的是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进程 在执行过程当中 由于竞争资源或者是由于彼此通信 而造成的一种阻塞的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 那么他们将无法推进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称系统处于始锁的状态 或者是系统产生的始锁 那么这种永远在相互等待的进程呢 就称之为始锁进程 这种现象就叫做始锁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生活中的十字路口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汽车从左往右始 同时呢 有一辆汽车从下往上始 还有一辆汽车呢 从右往左始 并且还有一辆汽车从上往下始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四辆汽车都同时的堵在这个十字路口里面的话 如果说这四辆汽车相互之间没有退让的话 那么这四辆汽车呢 这会形成死锁的行为 也就是说永远都没有办法开出去 那么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 在学习这个进程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了一个现象 叫做什么现象呢 叫做这个哲学家进参的现象 那么在当时我们也描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五个哲学家同时拿起了左边的筷子 他们都等待右边的筷子被释放 但是呢 这五个筷子都被他们拿起来了 他们将会永远的等待直到二十 那么这一个呢 也是属于这个死锁的例子 好的 了解了什么是死锁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死锁 它是怎么样产生的 第二个部分是死锁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首先是第一个部分 死锁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对于这个死锁的产生呢 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相互竞争资源 第二种就是进程的调度顺序不当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都会导致这个死锁的产生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竞争资源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竞争资源呢 本质还是在资源不够 共享资源的数量不满足各个进程的需求 因此呢 各个进程之间呢 就有可能因为共享资源的竞争而导致死锁 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对于这个竞争的资源 假设有两个进程 进程一和进程二 那么进程一呢 他需要使用这个传承机 并且已经获取到了这个资源 接着这个进程二呢 他需要获取这个打印机 并且也获取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个进程二 还需要这个传承机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进程一 还需要这个打印机的时候 那就获取不到了 他们都等待请求的资源被释放 也就是说进程二 他等待传承机被释放 进程一 他等待这个打印机被释放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所占用的资源 又不会被释放 也就是说进程一呢 他不会释放这个传承机 进程二呢 他不会释放这个打印机 因此就造成这个死锁的产生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由于竞争资源而产生的死锁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系统里面多一个传承机 又或者多一个打印机 那么这种竞争而导致死锁的情况 都不会发生 本质呢 还是因为这个资源不够 接着我们来了解 第二个死锁产生的情况 这个呢 叫做这个进程调度顺序不当 我们还是举刚才这个例子 进程一 进程二 分别有这个传承机 打印机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 进程一 申请这个传承机呢 为步骤A 进程二 申请这个代印机呢 为步骤B 接着这个进程二 申请这个传承机呢 假设是这个步骤C 同样的进程一 申请这个代印机呢 我们称之为进程D 按照这个A B C D 这样的顺序呢 就会引起这个死锁的产生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改一下 进程它执行的顺序 我们把顺序改为 A D BC 如果说我们的程序 可以把调度顺序改为 这个ADBC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不存在这个 失措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 进程一 它先获取到了传承机 然后再获取这个打印机 因此呢 它就会执行完成它的工作 释放这两个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进程二呢 它就可以获取到这个 打印机和这个传承机 因此呢进程二 也可以成功的运行完成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由于进程 调度顺序不当 而导致的死锁的产生 了解了死锁产生的两个原因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了解 死锁的四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个是这个护次条件 第二个是这个 请求保持条件 第三个呢 是这个不可剥夺条件 第四个是这个 环路等待条件 这里面我们提到了 这四个呢 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死锁肯定是满足 这四种条件的 但是呢 这里面的四个条件 只满足一个或者是两个的话 不会造成这个死锁 那么这一个就是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了解 这四个必要条件 首先是第一个条件 护次条件 那么这个呢 指的是进程对资源的使用呢 是排他性的使用 这里面重点是排他性的使用 也就是说资源呢 他只能由一个进程使用 那么其他进程需要使用的时候 只能等待 等待这个资源被进程所释放 那么这一个就是护次条件 接下来我们了解第二个条件 是请求保持条件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进程 他就运行的时候 至少保持着一个资源 并且又提出了新的资源的请求 并且这个新的资源被占用 因此这个进程的请求会被阻塞 同时呢 这个被阻塞的进程 他又不释放自己所保持的资源 那么这一个就是请求保持的条件 第三个是这个不可剥夺条件 那么这一个呢 指的是进程他获得的资源 在没有使用的时候 任何别的程序 包括操作系统 都不能把这个资源 从这个进程里面剥夺出来 获得的资源呢 只能由这个进程自止去释放 这一个就是不可剥夺条件 第四个 是这个环路等待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呢 我们在前面也简单的介绍过了 这个指的是 发生死守的时候 必然存在着进程资源的环形等待链 在这里面有一个形象的图 这里面有四个进程 P1 P2 P3和P4 同时有四个资源 R1 R2 R3 R4 那么这四个呢 就形成了环形的等待链 那么这个呢 就是死守的第四个必要条件 环路等待条件 在这里呢 我们学习了死守的四个必要条件 这四个必要条件有什么用呢 我们学习它为什么呢 那么这四个呢 都是属于理论的基础 所谓理论指导实践 了解了理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理论来指导实践 解决这个死守 因此呢 我们来学习本节课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死守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分成两个小点去学习死守的处理 第一个小点是 我们将会学习预防这个死守的方法 第二个呢 是一个可操作性的算法 这个算法是银行家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预防死守的方法 对于这个预防死守的方法呢 我们先来回顾刚才所提到的四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是这个护斥条件 第二个呢 是这个请求保持条件 第三个是这个不可剥夺条件 第四个是这个环路等待条件 我们为了预防这个死守呢 只需要破坏这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必要条件 死守呢 就不会产生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破坏这个不可剥夺条件 或者说我们可以破坏这个环路等待条件 又或者说我们破坏这个请求保持条件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预防死守的产生 我们一一来看怎么样去破坏这里面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破坏这个请求保持条件 怎么破坏呢 当我们在系统运行的时候 我们规定进程的运行之前 一次性申请所有需要的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进程已经运行了 那么他就不需要再去请求资源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进程不可能因为再申请新的资源 而产生等待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破坏这个请求保持的条件 接着第二个是破坏不可剥夺的条件 怎么破坏呢 当然的我们当一个进程请求新的资源 得到满足的时候 这个进程必须要释放当前占用的所有的资源 也就是说进程运行时占用的资源都可以被释放 意味着可以被剥夺 因此就破坏了这个不可剥夺的条件 接着是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破坏这个环路等待条件 那么这一个呢 指的是我们把可认资源按照线线的排序 然后进程需要申请的时候 按照需要递程的去申请 那么这样子呢 因为是线线申请的 因此就不存在这个环路 从而就破坏了这个环路等待条件 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五个资源 A B C D E 按照线线顺序把它们排起来 假设某一个进程 他在需要使用这个A和D 这两个资源的时候呢 他必须先申请A 然后申请到A的时候呢 才能去申请这个D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线性申请 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某一个进程 他需要使用B C和E 这三个资源 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呢 只能按照顺序申请 先申请B 再申请C 再申请E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线性申请 就会破坏这个环路等待的条件 了解了预防死守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称之为银行家算法 这个算法呢 是一个著名的可操作的避免死守的方法 它呢是以银行借贷系统分配策略为基础的一个算法 怎么理解呢 它是假设客户用户他所申请的贷款呢 是有限的 并且每次申请的时候都声明他需要申请的最大的资金量 这个银行家呢 他在满足这个用户贷款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钱贷款给这个用户 同时客户在使用完这个贷款之后呢 能够及时的归还贷款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银行家算法的一个策略的基础 我们了解了这个贷款的策略之后 我们就可以了解银行家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在就算机里面是怎么样运行的呢 我们来看以下的步骤 这个算法呢 它要求有三个数据结构 分别是以分配资源表 以及所需资源表 以及可分配资源表 这三个表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表 以分配资源表 那么在这里面 ABCD表示的是可申请的四个构想资源 列这个P1 P2 P3 P4 指的是需要申请资源的四个进程 那么这一个以分配资源表 里面的数值表示的就是 每一个进程它当前拥有的资源 比如说P1这一行 那么这里面呢 P1就占有了一个C的资源 以及四个D的资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表 第二个表是这个所需资源表 那么这个表横向呢 是由这个资源组成的 数项呢 是由这个进程所组成的 它表示的是每一个进程 它所需要的所有资源的表 比如说在这里面 P1它需要六个B的资源 五个C的资源 以及六个D的资源 再比如说这个P3 它需要一个A的资源 需要三个B的资源 需要五个C的资源 以及六个D的资源 接下来看第三个表 第三个表呢 是这个可分配资源表 这个表表示的是系统里面 当前还剩下的资源表格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A资源呢 它只剩下一个了 B资源呢 只剩下五个 C资源呢 只剩下两个 而D资源呢 只剩下零个了 有了这三个表 我们就可以进行 以下算法的演练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 以分配资源表 和这个所需分配资源表 进行一个运算 做先减的运算 先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还需分配资源表 那么这一个呢 是新的表 这个表是由 所需资源表 减去这个 以分配资源表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我们来看P1 P的结果呢 是等于 0642 那么它是等于 这个0656 减去这个0014 所得到的 0减去0等于0 6减去0等于6 5减去1等于4 6减去4等于2 那么这样子呢 就获得了P1 它还需分配的 这个资源 同样的P2 P3和P4 都是这样子减得到的 那么我们得到了 这个还需分配资源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表 和这个可分配资源表 进行一个对比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 可分配资源表 和P1的这一行 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看第一行 那么第一行呢 它所需要的资源是 0642 而可分配的资源呢 只有1520 这样子呢 是不满足这个P的需求的 因此跳过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P2 那么P2呢 它所需要的资源是 0510 可分配的资源呢 有1520 这个可分配资源表呢 是可以满足P2的需求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P3 对于这个第三个进程呢 它只需要两个B的资源 但是呢 我们在可分配资源表里面呢 B的资源已经没有了 因此这一个是不满足P3的需求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P4 P4呢 它需要七个B的资源 以及五个C的资源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可分配的B的资源呢 只有五个 C的资源呢 只有两个 因此也不满足这个P4的需求 经过这一轮对比之后呢 我们最终发现这个P2 它是满足的 因此我们会优先 把这个可分配的所有的资源 都分发给P2 让这个P2呢 可以继续的执行下去 等这个P2执行完成之后 再归还相关的资源 那么这一个就是银行家算法 归还这个资源之后呢 又可以把新的资源 重新的分配给P1 P3或者是P4 让他们继续执行下去了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著名的银行家算法 这个算法呢 我们把刚才所提到的 P1 P2 P3 P4 比作是需要贷款的用户 把这个资源 比作是银行的钱 在这里面 我们进行贷款的时候 首先要看一下 我们银行的钱 是否满足这个用户贷款的需求 如果满足的话 那么我们就贷款给他 如果不满足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贷款给他 这一个就是参考 这个银行家贷款的过程 而设计出来的算法 银行家算法 那么关于死索呢 我们就学习这么多的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死索的产生 第二个部分是死索的处理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